青莲港督有线电视连续三年 深入校园举办儿童剧巡演活动 今年再次邀请到在地的苹果剧团 以友善校园为主题 推出礼貌好人员的儿童剧 对于青莲港督深耕在地 以媒体力量跨入教育领域 市府以及学校都给予高度肯定 也期待民间企业能够共襄胜举 去年苹果剧团以生动活泼的表演方式 演出友善校园终结霸凌的儿童剧 所到的学校都获得师生一致好评 不仅剧情发人深信 也让学童了解哪些是不对的霸凌行为 从而跟同学友善相处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礼貌啊 就是说我们的事情啊 不用你管 今年青莲港督有线电视 再度跟苹果剧团合作 推出礼貌的品德教育 希望以戏剧的方式 让小朋友在生动有趣的故事中 吸收正确的观念 养成有礼貌的好习惯 谢谢港督青年有线公司 把这样这么好的戏剧活动 带到校园里面 其实我们的孩子 透过戏剧的演出 寓教娱乐的方式 来推广平德教育 让孩子们学习 怎么样去说 谢谢请跟对不起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戏剧活动 在两厅院 这种高优质的戏剧演出 搬到校园里面 让孩子去享受这样一个高优质的戏剧 很令人感佩 也很特别谢谢这个青年港督这样的安排 那优质的戏剧将会让这个品德教育 让孩子的这种成长过程可以更完美 更友善 校园的环境可以更好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又实际的行动回馈在地 更加关怀孩子成长的过程 品德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用戏剧表演的方式能够再潜移默化影响小朋友的行为 进而让好的行为从小扎根 据我所知道 每个校长都非常的开心 都很开心 哇 今年可以到我们这个学校 刚刚也看了苹果剧团的表演 非常的生动活泼 这种寓教娱乐的方式是最好不过了 非常有意义 希望各企业能够来更加入这样的一个行业 是大家所期待的 有这个舞台剧到学校去公演 那学校公演不是常常会有 而且一般坊间它是需要付费去观赏的 那透过这样的舞台剧 小朋友应该是非常的期待 而且我品管剧团的这个表演 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活泼 那在这个剧中 可以把它带领小朋友 到一个正确的观念跟知识里面 连续三年 七年港督有线电视 举办儿童剧深入校园 除了让数千名的学童看到戏剧的精彩演出之外 也将爱惜眼睛 反对霸凌和礼貌教育等良好观念 升职在孩子心中 不仅秉持回馈精神 也持续传递爱和幸福 成为在地企业的表率 港东新闻潘志光雷长邦 采访报道